好這個立體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叫我們找這個最大的體積 最大容積 那什麼的最大容積呢 就是一個正圓柱 Right Circular Cylinder 這是圓柱 那這個圓柱呢要被內砍 內砍在一個這個圓錐裡面 Circular Cone 這圓錐 那麼這個圓錐呢 它的半徑是R 然後它的高度是2R 那同學看一下這個圖形 這個我們現在有一個圓錐 它的高度是2R 然後這個圓的半徑 就這一條藍線 圓的半徑是R 那我們現在要把一個圓柱體 砍在這個裡面 那他叫我們求這個圓柱體 的最大體積 那同學看一下 如果說呢 你今天把這個正圓柱 正圓柱 砍的比較高一點 那 這個首先把它滑 我們盡量滑正一點 那麼 這個圓柱 砍在裡面的這個圓柱呢 它的高度變大 但是它的半徑呢 就變小了 半徑變得比較小 那如果你像這個圖形呢 砍成像這個圖形這個樣子的話呢 那麼它的高度就變得比較低 但是它的半徑會增加 那怎麼樣子內坎 內坎這個圓柱 那會使得它的容積 體積最大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個題目所要求的 那麼 首先呢 就是呢 我們先假設我們內坎的這個圓柱 它的半徑 底面積的半徑 是X 然後它的高度是Y 它的高度是Y 那麼 因為有兩個變數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求體積的時候 會比較難以掌握喔 因此我們希望呢 能求的這個X跟Y的關係式喔 那這個X跟Y之間呢 的確是有一個關係式喔 因為 我們現在如果從這個相似三角形喔 我們知道這個三角形呢 CAD 它跟這個三角形呢 這個大的這個直角三角形喔 這個OAB呢 它會相似喔 這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那相似三角形呢 它的對邊乘比例喔 因此呢 我們說呢 這個AC喔 AC呢 比上這個CD喔 這個 它就應該會等於這個大的三角形呢 這個OA 然後比上這個OB 比上這個OB 好 那麼 有了這個式子之後呢 我們把它換成這個 這個題目它給我們的訊息喔 首先就是這個 等號右邊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這個OA呢 這個大三角形這個OA 其實就是這個圓錐的高度喔 2R 所以呢 我們把這等號右邊這上面換成2R 另外呢 這個OB呢 實際上就是這個圓錐的底半徑喔 底半徑呢 題目已經跟我們講就是R 好 接下來呢 CD 好 CD就是這個小三角形喔 也就是這個圓柱喔 它的半徑喔 那我們是假設它是X喔 那另外呢 這個AC喔 AC就是從這裡到這裡的這一段喔 那這一段它的長度是多少呢 同學可以看到呢 它是把2R呢 扣掉這個Y喔 也就是我們假設這個圓柱 它的高度是Y喔 因此呢 這個2R減掉Y 就是AC的長度喔 那因此我們從這邊可以得到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等式喔 那接下來呢 這個R跟R消掉喔 所以這個2R減掉Y喔 它就應該等於這個2X喔 好這個X我們把它移到等號的右邊去喔 移到等號右邊去 那因此從這裡呢 我們就得到一個 Y跟X的關係式喔 也就是這個Y呢 它實際上就是等於2R再減掉2X 2R再減掉2X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題目呢 它叫我們求最大的體積喔 那因此我們應該先把體積 圓柱的體積函數先表達出來 那本來這個體積函數呢 我們應該是用兩個變數來表達的喔 就是 f of xy 它應該等於 pi x平方乘上Y 好 也就是底半徑乘上高 好 這個圓柱呢 它的這個底半徑 好 底半徑 pi x平方 然後乘上它的高度 Y 那麼 兩個變數呢 很難掌握喔 所以我們就 使用這個 Y等於2R 減掉X 這個式子 把它縮減 把這個體積函 變數的變數呢 縮減成一個變數喔 好 那 這個 變成一單變數函數喔 所以它變成 pi x平方乘上這個 2R 再減掉2X 2R 再減掉2X 好 那麼 等一下為了微分方便起見呢 因此我們先把這個2給它提出來喔 提到最前面跟pi乘在一起 那麼接下來呢我們把這個X平方乘進去喔 所以第一項就變成RX平方 然後這個X平方乘到第二項呢 變成X的三次方喔 好 那麼 這是我們的體積函數喔 接下來呢 為了要找它的極大值呢 所以我們先把它微分喔 微分之後找它的臨界點 那麼 這個函數微分的話呢 它變成2pi乘上呢 這個 2R X 這第一項RX平方微分變2RX 那第二項微分呢 X的三次微分變3X的平方 好 那這個是它的這個導函數喔 那找臨界點呢 就是我們令它等於0 令它等於0 那我們從這邊呢 可以得到呢 這個括號裡面這個是0 那括號裡面這個X呢 你可以把它提出來喔 因為這是供應式喔 那剩下2R減掉呢 3X 那這個要等於0 所以呢 我們就得到呢 這個X呢 就等於這個3分之2R 或者是呢 X等於0 那X等於0呢 當然不符合這個應用問題喔 好 那麼 所以只剩下一個解喔 就是X等於3分之2R 那X等於3分之2R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體積會最大喔 因為它只有這一個0界點 那另外呢 你從地增地減的情形呢 也可以看出來喔 就是這個X等於3分之2R的時候呢 它的一階導函數呢 會最大喔 它的一階導函數會最大 它是大於0的喔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它 好 在X等於3分之2R這邊 好 同學如果我下去檢驗一下的話 就是0在這裡喔 3分之2R在這邊 那麼如果X呢 小於3分之2R的話呢 它的這個一階導函數呢 是大於0的喔 好 它一階導函數大於0 那如果X呢 超過3分之2R之後呢 它的一階導函數呢 變成小於0喔 那當然呢 這個應用問題還隱藏一個 右邊的邊界點喔 就是 你這個 X這個半徑呢 不可能超過R嘛 不可能超過R 好 所以 它的函數呢 递增 递減喔 因此它在3分之2R那邊有最大值喔 那這個極大值呢 是這個題目要叫我們找的喔 就是要求它的最大體積 那因此呢 我們必須要 把這個 X呢 再代入到 原函數裡面去喔 那這裡是我們的 原函數 F of X喔 那這個F of X呢 X 當X等於3分之2的時候 是最大的喔 因此我們說呢 Maxima F喔 它就應該是等於F的3分之2R 那F3分之2是等於多少呢 把它帶入到這個式子裡面去喔 就是Pi乘上呢 3分之2R的平方喔 然後再乘上呢 這個2R減掉呢 2X喔 2X就變成3分之4R了喔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到最後計算出來之後呢 它就是 27分之8喔 然後PiR的3次方喔 好 這個就是 內坎喔 一個圓錐 正圓錐內坎一個正圓柱 它的最大體積喔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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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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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